今天禮拜三的 一同爱自己 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 大明星来了呀 小明星 好那这个 今天来到我们录音间 直播间的这一位 大家都应该知道他 那他最近出书了 来聊一聊自己的 hold不住的人生 让我们欢迎hold住姐 谢依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依林 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 是hold住姐 然后我就不知道哪根筋断了 突然跑去生小孩 对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28岁生小孩 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 28岁是属于一个早生 还是晚生 在这个年代应该算早 对算早生 然后就生了小孩 就觉得恋爱脑 双语卓就觉得 啊我要回去校服饺子 我从今以后要怎么样 就是然后就 28岁生小孩的时候 是2018年 然后紧接着就 半年后我又 又怀孕了 然后就连生了两胎 就遇到疫情 然后我没有 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 走一步算一步 我怀孕了 然后就 在家带小孩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 就 因为遇到疫情 就完全没有工作 然后就家带小孩 我以为 像副教只是一个 田园一般 而且我还回花莲柱 就是田园一般 幸福的人生 想不到我全职妈妈 大概是 我觉得全世界 最痛苦的吗? 最痛苦的 就我想说 欸我怎么从就是 全世界最幸福的 就是职业 排行榜 Top 1我觉得就是女明星了 喔真的吗? 你觉得女明星是你心目中的最棒的工作的Top 1喔? 我觉得耶 因为我其实我从小做很多工作 我做过保姆 然后我做过饮料店 卖在夜市卖过衣服 我还做过礼服秘书 就是很多工作的 餐厅服务员 然后 对啦 如果这样相比的话 女明星应该是比较好的 她说哎呀 你们不要看女明星怎样怎样 然后其实 他们要承受的很多很多 嗯 然后我觉得 不会啊我觉得我自己当做 当做过一招女明星之后 我觉得 女明星大概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职业 Top 1的 哈哈哈 欸对 其实Hold住姐喔 这个刚刚 大概简短的跟大家来一个自我的开场之后 你就知道 其实她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她自己的人生故事 她最近其实出了一本书叫做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喔 呃 很有意思因为她 她底下的副标 我们知道现在书都有个主标嘛 就是书名 然后底下都会有个副标 她的书名当然就是主标 这个副标就叫做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喔 那她的副标就是妈妈老婆女儿女明星 每一个做的好 却把自己过得很好 那当然这个每一个做的好 其实还是有点调侃自己的意味 那呃 做不做的好 有的时候自己有有些人就自己过度努力嘛 你知道吗 有些人像我就会觉得 大家都觉得一一做的很好 我都还觉得我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好 可以再好一点 但是重点是最后面那句话 就是把自己过得很好 那能够说出把自己过得很好的这句话就代表其实 你是快乐的你是开心的 你觉得自己现在状况很好 那我觉得就很棒 因为她过去曾经有过很不好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呃 初初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故事 人生历程很有意思 嗯 嗯我们想一讲你是 你从小就有想要进演艺圈吗 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我就在一个花莲的玉里镇 我不知道你去过玉里镇 有啊 反正玉里镇就是一个蛮淳朴的小乡下这样子 然后我们家全就是 全家族也没有任何人是在做这个领域的 可是我小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电视 我就觉得说 有一天我就是要上电视 我一定要进就是 也不能说进演艺圈 我就觉得我就想要站在舞台上 嗯 对 就从小就很想要表演 表演玉很强 嗯 然后就整天就是也不会害羞 我记得我妈说我一岁哦 嗯 刚会讲话的时候 就我奶奶生病 嗯 然后我们就去去病房探望奶奶 就是去找找她 然后每天去 我每天一去就是 爷爷好 叔叔好 哥哥好 谁谁谁好 就好一轮 然后就拿了很多大家的那个临时点心 就是从小就不去 不去场不怕生 就很享受 那种别人注目的眼光 诶那你记得你自己从小到达第一次 真的有机会站在台上 因为小时候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表演啦 比赛啦 你自己记得第一次吗 真正的 呃 其实说不是第一张 第一次是在幼稚园嘛 大家第一次在幼稚园 然后我已经彩排很久了 然后我妈那个幼稚园都说晚会开始六点 然后我妈就六点带我去 结果六点 我妈就七点带我去 嗯 结果我已经彩排很久没办法上台 因为结束了 对 我就看到大家在扫气球 我就快气死 然后后来就都没有机会上台 然后直到有一次是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嗯 有一个老师说 呃我们在诗歌朗读大赛 这样子 你就去参加 对 我就去参加 嗯 然后大师那什么 词目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嘛 嗯 然后我就只要负责当游子 然后大家讲完歌词的时候 我就说 娘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样 就这样吗 对 你台词只有一个字吗 就娘 然后台下哄堂大笑 就明明就是一个很 庄重的一个场合 诶 对不对 诶 所以你真的第一次登台 其实就已经呃 隐隐的 隐隐的这个预告了 未来 其实就是学习 会是以一种让大家很开心的方式出现 对 然后而且 可能别人在舞台上被笑会觉得尴尬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 一瞬间被打开了 嗯 就是觉得 哇 我脑内有多巴胺 整个就大分泌 诶 可是你在 你一戏爆红那是 21岁吗 对 是我大学 2011年的时候 对对对 跟他 你跟他聊一下当时的事情 我其实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就是 哦他好顺利哦 就一戏就爆红 其实我大概大二的时候 因为我是读文化大学戏剧系嘛 然后就是喜欢表演 然后我记得大二还大一的时候 就说 诶 我们去那个 试镜 这样子 大家就约约去试镜 嗯 然后 我就去试镜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 那你会什么 然后我就 一下子很紧张 我说 我不知道耶 好 我们待会继续听后助姐讲哦 今天的一同爱自己 非常开心哦 我们呃 请到的这一位哦 哇 他在呃 过去其实是在舞台上 真的让人 大家看到他就非常的开心 但后来突然间呢 他就跑出生小孩了 然后一生又 然后乒乓乓生两个 乒乓乓 对 而今天他是以作家的身份 出现在我们的录音间 让我们再次欢迎 后助姐 谢依林 嗨 大家好 我是谢依林 后不住的才是人生哦 那这本书其实他主要是 比较 我觉得还是比较 比较偏向写自己 呃 在当了妈妈之后 很多的不一样 但是其实前面带了很多故事 就是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 那说 可能很多角色 他没有一个做得很好 但问题是他 觉得自己的人生过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 真的很 应该要让大家一起来 呃 一起来感受跟分享 就是也许我也觉得 我的人生没有 我也就觉得我的角色 没有过得很好 但我怎么样把人生过好 所以今天很开心 可以请到后助姐来分享 刚后助姐 带大家回到2011年哦 这个时光 做时光集哦 回到那个 呃 一秒变格格吗 是 一秒变格格前 这是第一次 去世慶 对 对 对 然后没有经验嘛 然后说那你会什么 你会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 我就乱说 我就说 那我会学皇力行 这样 然后就乱演了一顿 然后说 嗯好下一个 哈哈哈 那是第一次世界 对对对 然后 反正就是 后来我们班上 就一群朋友 然后就有一个辣妹同学去 那辣妹同学也就是 啊 我不知道 然后穿很短 然后想说 啊 让我觉得 好伤心 对自己的表演生涯感到很 但因为你就不是走那个路线的啊 对但是 还是你其实也可以走那个路线 诶 可以吗 现在来得及吗 哈哈哈 现在可能游泳一点晚 哈哈哈 反正就是后来就 就是有点困惑了一阵子 后来就跑去试镜那个 我那时候还在军乐饭店 做就是餐厅的就是宴会厅的服务生 然后就发现那一个暑假就 就说要整修 然后天哪我完了失业 嗯 然后那个 我的朋友就打电话 就是同学就打电话 跟我说 诶 那个大学生那边在找很会搞笑的人 然后我还在那边跟他 很做做的就说 啊我不行啦 哈哈哈 其实心想说舍我其谁 哈哈哈 好烦哦 哈哈哈 哎呦 不会啦 搞笑不会啦 然后反正就半推半就就去了 嗯 就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想说 有时候你要鼓喜红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 你做了如果没有达到 你会觉得 我知道会更失落 对会更失落 就是你要去try 其实还是需要再次勇气 对真的 反正我的朋友他们也很爱我 就一直一直拱我 哎你可以啊 全系你最好笑啦 哈哈哈 然后就去了 然后我就去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听众们 有没有试镜的经验 嗯 然后你们知道我当时一秒 还要变格个那个妆有多夸张 然后还要变格个就整个 整个那个脚本是蛮荒谬的 那是你自己想的吗 那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就是 我们以前是银心啊 银心啊送舅啊 就是戏上的活动啊 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角色开始 就是 我刚开始发想这个角色就是想说 因为我是乡下来的嘛 然后就看到台北的同学那种 抄着那种ABC的口音 想说好做做 我就开始模仿他 然后就慢慢就是衍生越来越多 就是ABC干嘛 ABC又干嘛了 ABC又干嘛了 然后就这个脚本就去试镜了 然后去试镜的时候 那个人就这样拿DV拍我 然后就脸色灿白 就试试看 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回馈给你 表情 对然后我说完了完了 这次又砸了砸了砸了 嗯 结果他隔天就说 欸通知你可以去了 然后就喔 上了 对上了 然后我就去 然后我就去试镜 不是正式去上节目的时候 是第一次很真的很紧张很紧张 我还记得我看到桃子姐的时候 他在我眼前会说 天啊活的明星 活的 活的明星 你以前看到的都是 都是已经是仙人的比较多 真的就是活生生的 然后我就看到他是看脚本 他就看脚本 然后他就这样把鞋子脱掉 嗯 就站上高跟鞋 然后他就说 蛤 活的明星都不用自己穿鞋子 哈哈哈哈 就是鞋子都摆在那边摆好了 对对对对 你只要踩上 那个我们都通常叫做那个 就是 踩高丘 对对对 或者是上台楼 对上楼了 对上楼了 对对对 就说好喔 那个播完了 好下楼了下楼了 对对对对 因为 其实可能表演者在上台之前 他就要很专注在 我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这种 其实这种事情还是 就是工人会帮你做好 这样子 然后反正我就是 带着一个非常紧张的心上去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前一组是鲁鲁跟鲤鱼哥 嗯 然后我就说 我都不认识他们 他们都认识了 彼此都认识了 然后我完全没有去 去过 然后就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上节目会怎么样 嗯 然后那我记得鲁鲁那时候 还跟我讲说 对 没关系不好笑 我等一下在后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觉得很温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有意思啊 对啊 然后就上节目 我第一次知道上节目 你会看到自己 嗯 然后我原本觉得 那妆只要很夸张 就很好笑 嗯 嗯 可是我想不到我会看到我自己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 就很怪 然后就不想管了 嗯 就就就就就就开始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从什么点开始 就有人笑了 嗯 然后有人笑之后 就可能放松 就很relax 嗯 就把他一套演完 嗯 然后演完之后就觉得 耶 嗯 还得第一名 嗯 然后可以定前 然后就请大家同学吃饭 嗯 这是我第一次上节目 然后 嗯 后来你觉得你的这个 以hold to 解出到爆红的人生啊 就其实我本来要问说 那种感觉怎么样 但 但应该是感觉蛮好 因为他刚刚已经说了 他觉得女明星是全世界最爽的 太爽了 太爽了 欸那 嗯 但那个时候其实你都还是学生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演艺工作 对你来说算半功半读 对不对 嗯 大三要接大四 嗯 然后就去 我就整天就不上课啦 嗯 就跑是疯狂的跑通告 嗯 可是你知道 这么好笑 我们有时候都一直在想一个 一个天生就带给大家欢乐 或者是 你并不是为了表演而带给大家欢乐 是你本身 因为你看你刚刚讲你的同学说 你全系就你最好笑 对 代表你平常在班上在系上 其实就是个开心果的角色 对 也喜欢逗别很开心 可是 可是从你的书里面看 其实你的成长过程 可能有很多时候不开心欸 对 我前几天还去跑去催眠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我自己都是催眠 催眠啊 我们前两天刚好有节目在聊催眠 催眠欸 就是我 我就觉得我身上很好啊 然后 我还是说 你有什么不开心你可以催眠 结果后来我又回去重新挖掘 就是说 我就说 我现在什么都过得很好 唯一的让我觉得烦恼点 就是怎么都受不下来 这样子 我想受成就是偏逼腿 可是又一直辣逼腿这样 哈哈哈 然后 后来她就这样挖掘挖掘挖掘 就发现我就说 突然有一 我就说 回到过去 有一天 我妈妈怀孕了 那时候是回来我们家老子 我们家四个小孩嘛 四个女儿 我妹最小 你是老二 老二 然后最小的妹妹 然后她在吃个便当 我就吃完我的便当之后 就看她剩半个便当 我就先问她说 你还要不要吃 然后她就说 她就有点傻眼 想说我怎么吃一个便当还不够 你是说你问谁 我妈 你妈是不是喔好 怀孕的我妈 然后我就把她那个便当吃掉了 嗯 然后她就 她就给我吃一个便 我就吃了一个半便当 一个半的便当 然后那时候我才五年级吧 然后我妈就觉得这件事情 很有趣 就跟全世界讲 然后因为我妈其实她 忧郁症很严重嘛 然后在我小的时候 觉得她整天都殴打我 然后就不开心 然后我就记得 她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她是开心的 然后我就直入 脑内就直入了说 只要我一直吃 我妈就很开心 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 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以逗乐 别人为 就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为乐 刚开始是一种生存 生存 你的生存法则 对对对 就是觉得说 我只要我妈开心的 我就 我今天就安了 小时候其实爸爸妈妈的 状况 关系其实是不好的 对对对 我就小时候就很不懂 就觉得 嗯 没有爱为什么要结婚 你们爱你们爱吵架 为什么要结婚 长大才懂 欸那你妈妈 你妈 长大才懂 不是 什么意思 就是你长大才懂 不是爱不爱的问题 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 跟这个人相 就是小时候觉得说 相爱就结婚啊 不相 那你们为什么不相爱 还在一起 然后害得我们那么痛苦 因为你以前脑内的世界就是 我的家庭真可爱 就是爸爸妈妈就长这样 然后你也不认识别人家庭 你就觉得同学家庭一定都是 幸福美满 就我家破碎 这样 当时是这样想 长大就觉得 其实相处真的很不容易 欸爸妈的分别的个性 因为你刚刚讲到 妈妈就不快乐嘛 而且妈妈有忧郁症 深受忧郁症所苦 爸爸呢 我爸其实是一个 他是天秤座 这什么都好 他算是好好好先生 真的是 然后我妈嫁给我爸也是 因为我爸什么都好 他就是一个就是 只要你跟他说要干嘛 他就好 好去去去去 我们家四个女儿不是说吗 然后我们 就是四个人都很做自己 随时随地就起床 然后想吃饭就吃饭 可能一个早上七点吃早餐 一个下午三点吃早餐 一个中午十二点吃早餐 我妈的煮法就是 她起床会煮菜 然后中午会煮菜 然后煮完菜之后 大家爱吃不吃 就随便你们 没有开饭自己 对也不会叫说 哎来吃饭了 因为我们通常叫来吃饭 然后不来我们就会生气嘛 对不会 我妈就像buffet一样 随时供应 哈哈哈 然后我爸就是 谁起床了 他就说你要吃什么早餐 啊就冲去嘛 嗯 然后就回家 然后第二个女儿 可能过五分钟起来 你要吃什么早餐 就是又去 就我书里面有写到 我爸的一天 嗯 就他每天就是为我们 这样牺牲奉献 就是我妈爱他也是 个性好脾气好 嗯 什么都好 然后也不会也不会拒绝 嗯 然后 原本在台北的时候是这样 后来因为我奶奶生病 嗯 我爸跟我妈在台北好好的 然后因为我奶奶生病 他们就一同 我爸就脸红带片 就说啊我们就回花莲 嗯 三年等到妈妈身体好一点 嗯 我们就回台北 然后我妈就好了好了 就跟我爸回去 然后跟我爸回到玉林之后 就我妈我奶奶就很快的就过世了 嗯 然后我奶奶是真的是一个家庭的资助 嗯 然后我奶奶离开之后 就我爸 他一下子没办法接受这么大的冲击 嗯 然后他就有点 没有心力 像以前一样这样照顾家庭 就什么事情就是 哦无所谓 然后问我爸小房队员嘛 嗯 他花很多时间 也不是花很多时间啦 他的工作就是很多 很常在队里面 嗯 然后我妈就是有种 婆婆也离开了 然后那时候我 我外公 不是我 我爷爷也对我奶奶离开 因为我全家都很依赖他 嗯 就是对于说所有人的重担 现在都掉到我妈身上 嗯 他又回不来台北 然后我爸也顾不好自己 嗯 然后我妈就变得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忧郁症 嗯 就很严重 欸可是啊你看哦 嗯 前面听起来 就是还没有回花莲之前 其实就是一个 真的蛮幸福的家庭 对啊 也可以养出很有自己个性的孩子 嗯 因为没有要求 你们一定要变成怎么样嘛 对对对 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 我妈就是不要吵我什么都好 哈哈哈 那后来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因为妈妈自己有情绪的困扰 嗯 所以当然呃在 在对待你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像你讲 有时候打你呀骂你呀这样 对对对 可是你的情绪 你自己的心情 没有因为这样子而 变得比较暗黑呀 或干嘛的 其实我小时候 个性 应该说天生是比较暗黑的 嗯 反而被我妈虐待的 有点 强迫快了 嗯 因为我妈说她小的时候 就是带我 就是看我一直哭 她就带我去山上的什么 嗯 庙里 找师傅要帮我收金 然后她就说我跟你说 那个师傅有多准吗 她说 这个孩子她什么都不怕 可是她脾气不好 你一定要压制她 哦 然后我妈就从此之后 就压制你 就压制你 就整天都压制我 然后我以前个性很牛 嗯 后来就是 就是被我妈揍到什么 好好好 什么都好 嗯 就是好好小姐这样 所以你这样回想 你觉得还好你妈有揍你吗 我不这么觉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妈就说 要不是我当时怎么样 嗯 你现在还不会怎么样 我说要不是你当时没打浪我 我现在搞不好更好勒 欸可是我问你喔 我那时候这样子 你没有想说 哦我一定要赶快离开家吗 有啊 我想说我在家也要是被打 我要赶快拖离 拖离家 一开始是这样 一开始是这样 一开始我爸妈说 我妈要离婚 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然后一开始就说 不要不要我 不要你们离婚 然后后来讲久了 我想说 欸假设说我爸跟我妈离婚了 我妈去找一个女生 搞不好比我妈还善良呢 就说你爸如果找一个女的 后母 后母 你那时候几岁到底 会有这种想法 大概 因为那时候就是看到玫瑰同龄眼啊 就是很多社会案件 然后就开始 脑内开始拼抽一些不一样的画面 然后 大概小三小四吧 就觉得说 小一小二 小一小二就觉得 说不定找一个 再找一个妈妈来又温柔善良嘛 对 反正我妈现在的亲生母亲 跟后母也没两样 再找一个 不会更差了 再差肯定就这么差 欸你妈 你妈真的都OK吗 你在讲这些东西 我跟我妈 你妈真的都很OK吗 我从小就跟我妈说 你一定不是我亲生妈妈 亲生妈妈 绝对不会长这样 他就说 好啊你去找你亲生妈妈 可是我觉得你的暗黑 在很多人听你耳里 听起来还是 还是离暗黑蛮远的 对 可能 对因为你 你会 你会自己去 我觉得你的 你的思想真的超奔放的 对 就是从小开始的思想都超奔放 好 因为我们现在要 这个休息一下 但等一下回来 我其实还是要问 就是说 这么乐观的 人生到底是怎么开启 今天礼拜三一同爱自己 哇真的是 果然有他在就 hold不住 hold不住我 你他hold得住 他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hold不住节目 来 让我们欢迎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大家所熟悉的hold住姐 谢依林 欢迎hold住姐 大家好 欸现在太有趣了 刚刚我们这个中间 十分钟的直播 我们都是一直在进行 就是听众朋友 你们在听新闻秀 我们都在 太有意思了就是 我请后住姐 讲了一下他们家的状况 他们家真的是 难怪我现在可以理解 就所谓的 为什么这个 书上面是写说 非典型家庭 确实是个非典型家庭 因为爸爸妈妈 带教养他们的方式 其实也是蛮幽默的 大家刚前面有听到 很随意 但是妈妈的脾气暴躁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她有遭遇症的关系 而且后来是有 长时间在服用身心科的药 也有 因为比较严重 所以是有拿到这个 中度的身心障碍的证明 所以她是国家认证的脑残 不是 一直讲国家认证的脑残 你知道我很难接话 她就很骄傲 我不知道她骄傲什么 但是 我觉得很 很奇特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 就是说 因为刚后住姐有跟我说 他们家 就四个 四个 四个姐妹 兄弟 都姐妹 四个姐妹 她是老二 她说家里面 包括爸爸妈妈在内 除了她跟爸爸之外 其实其他人都有在服用身心科的 对 因为她讲到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遗传过去家里面的 很很很很高的准备 也是确实是有这种 忧郁 那很严重的这样状况 所以我就在讲说 这个 通常我们听到这样的家庭 就会 都会是一种 感觉会觉得比较 难过 或是比较灰色 或是比较悲惨 然后自己非常努力的走出这个阴霾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欸 我觉得我们很多灰色 然后也很多悲伤 可是我们用一种很怪诞的方式去包装她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不知道跟原住民本身 就乐观的个性有没有关系 可能有 我觉得还是 就像你妈妈其实 其实是蛮辛苦的 当然 你可能觉得她身边的人比较辛苦啦 我觉得我们比较辛苦 对 整个里的人都很辛苦 对 整个里的人都很辛苦 但我要讲就是说 这不晓得是不是 但她在她眼中 其实她并没有 觉得她自己很可怜 她觉得她自己可怜啊 她还是觉得她自己可怜 她觉得她自己惨爆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其实她蛮幸福的 好 那我们就讲 我刚刚前面有讲就是说 不晓得是不是天生的血液里面 基因里面就带有乐观 呃 你 比如说你后来离开家 你到台北去念大学 你在班上 就是如你说刚刚说的 大家都觉得你很有趣 就是 你真的是用幽默来 看待很多事情嘛 就在你人生当中 我觉得对我来说 如果我不用搞笑的方式来面对 其实 我很难去 怎么说 开心 就是开心起来 就是我要逗乐自己 也要逗乐我妈 不然生活我会觉得很难 所以很多人说 邪心 或者是在舞台上 专门带给欢乐给别人的人 其实私底下是 很辛苦的 你自己这样子觉得 你自己嘛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在学戏剧理论的时候 老实说 呃 悲剧的原理是来自于戏剧 例如说我们 我们两个没办法结婚 就是我们相爱 而不能相爱 原本是快乐的 但是快乐无法达成 所以不快乐 可是 悲剧的原理就是悲剧 喜剧的原理 一定都是不开心的事情 你要怎么去看待 这不开心的事情 才是喜剧 喜剧不是美好的 所有的喜剧都是痛苦 都是来自于啊我跌倒了 我们怎么样 就是都是一些很 很很 嗯 所以 所以那一句就是说 呃 很多人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就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 也不会说痛苦啊 是因为我现在是 已经 对我来说信手拈来 蛮轻松蛮简 但确实 你说刚开始的初衷是 逃避痛苦 没有错 但现在对我来说是 就是很棒的一个工具 嗯 嗯 你自己hold得很好 所以你虽然说 你每个角色都做得不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其实你每个角色都做得很好 就比如说在 呃 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的老二 很多人都说其实老二是很辛苦的啊 对对对 别不疼娘不爱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你身为女儿这个角色 你发展出你自己的生存模式 你生存的挺好的 对 然后你呃 在你的工作上面 其实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 比较让人会呃想不到的是 以你这样子的当时 其实你当时还在做演艺工作 嗯 然后你呃 你自己的家庭 但但是我现在觉得 因为原本我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的 就是小时候可能有这样 我们自己认为啦 小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会比较怕踏入婚姻 或者是怕成为母亲 嗯 但是你却在相对大家觉得 其实你你自己的演艺工作 所以不错的状况之下 你却突然间 就决定要踏入婚姻跟生小孩 还是说是因为要生小孩 所以没办法找我踏入婚姻 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呢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哈 听我娓娓道来 哈哈哈哈 你你你还有大概20分钟 好我还有20分钟 就是呢 呃我大概26岁那一年 呃有一天呢 就是 旌旗不 欸月旗没有来 我想说完了 嗯 搞出人命了 完蛋完蛋 那心里还想说该怎么办 因为其实不想生 嗯 然后我就去医院 我就先去验嘛 那一验之后发现 嗯也没有怀孕呢 就跑去医院看 那医生说 啊你没有怀孕 你是多囊性妆潮 哦对对对 所以你会没有办法产出 健康的卵子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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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说 所以你是比较不孕的体质 嗯那如果 现在是没有 不需要特别的治疗 但是如果你想生小孩的话 嗯 我们再来去治疗他 然后我想说 天哪 太好了 那我就不用避孕了 嗯 嗯 然后想说 省了避孕的钱 嗯 就 一方面是这样想啦 其实一方面想说 天哪 我那时候身边的公众人姐姐们 都 年纪都有点大 我就看着他们 就是为了 生不出小孩而困扰着 嗯 然后心想说 那以后我要这样吗 嗯 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就 就想说 就跟我亲爱先生讨论说 那不然我们就 就自然而然嘛 嗯 然后就自然而然 两年之后就怀孕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 那就生吧 嗯 然后生了第一个之后 我就想说 欸 不是说我不孕吗 那我再试看看 结果半年之后 又有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对 你说没有我就要试 嗯 对 就是 心里也一直都想要 嗯 结婚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很多痛苦的地方 但肯定也是有很快乐的点 嗯 就是我们四个姐姐妹凑在一起 然后我爸跟我妈整天在那边搞笑 好的时候其实 真的很幸福很快乐 嗯 就是只要我妈不要发病 不要种 就是就是 种血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很幸福 所以 我想要结婚其实也是 可能来自于 我也感受到 在家里是幸福的 是快乐的 但是也痛苦 这都是很 同时存在 可是你这么想当女明星欸 对 那我当到啦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check了 好下一个 真的吗 所以你那时候不会有一些 你知道很多艺人 呃 其实他都会担心 比如说迈入婚姻 或者是 生了小孩 其实会让自己的 演艺事业中断 而你事实上 其实也为了这个事情 是沉浅了蛮 蛮久一段时间 对不对 我当时就觉得说 去做吧 就是有了就生嘛 然后 工作再说 我觉得 小孩的成长不会等你 可是观众 你只要想要舞台还是在那边 嗯 我觉得观众会等我 所以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挣扎 完全没有挣扎 一股脑就想生小孩 一股脑想我要当好妈妈 然后发现天哪 不行欸 嗯 当好妈妈好难 欸那你后来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讲 那我先问你一句 那你在当了妈妈之后 你有比较能够理解你妈 就是 就是疯疯癫癫癫的吗 我觉得不疯很难 哈哈哈 他生四个小孩 然后 真的是 完全算是没有任何资源 就是一个人 他真的是伟单亲的 把我们四个人养大 我真的觉得他 以他的智慧 我真的觉得他做得非常棒 给他鼓励 就是太难了 一个人 他其实前面是我叔叔他们 我叔叔跟我婶婶当时离婚 然后两个小孩 也他帮忙顾 也是他 他一个人带六个 能不疯吗 他我们 没有把我们就是 全部抓去干嘛 已经算 已经算是 太有智慧了 所以那你自己当了妈妈 因为其实你的两个小朋友很近欸 你刚刚有讲大概一年 一年多而已 对 三年爆料 所以 所以你 你在 呃 比较小 就你刚刚有讲嘛 就是说真的很辛苦 应该有一段时间你是非常累的 因为你也是自己 自己带吗 对 我自己带 因为我觉得你 你可以请保姆 可是 保姆可以 帮助你 但是他同时也剥夺了 你跟小孩相处的时间 所以你其实很享受当妈妈吗 其实我是喜欢的啦 但是我还更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表演 嗯 对 但是 我前面三年我觉得 我储备了足够的能量给我的孩子 所以我现在就还是出来工作 嗯 那你你刚前面 其实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你觉得当妈妈最辛苦的一部分 他会讲说 其实他觉得小孩只要能够自己上厕所之后 我第一次开始感受到 我不辛苦了 就他们自己上厕所 两个人都可以自己上厕所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太好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是朋友了 因为你不会想帮朋友 带朋友去上厕所 哈哈哈哈 就是 是朋友你们才 我现在觉得 我带我的两个小孩 像带两个朋友 只是他们可能 比较傲娇 比较难搞一点的朋友 就这样而已 嗯 然后很多人就说 啊你讲他等他们大一点就知道啦 你就难带了啦 嗯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最难带就是 把尸把尿 嗯 嗯 那嗯 你自己想怎么教人他 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你的爸爸妈妈其实是用 我虽然是说 真的是一种蛮幽默的方式 为什么我会用幽默这两个字 就是 嗯 一般来说父母亲还是会 希望孩子在他的 他的想法 对对对 就说我希望你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 长成长 不见得说我一定要把你 竖一个型 但是家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型 嗯 比如说呃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该上学的时候上学 对 但是刚刚这个在呃中间的 直播的时候 其实我有听到就是 除了该吃饭的时候没吃饭之外 该上学的时候也不见得回去上学 对就随意 随意 很随意的一种交往方式 那但是 看你们 我不知道你姐妹们不知道 但看你其实 你可以把自己处理得很好 因为 我大概是我们家最有社会规范的人 真的吗 其他都没有 你知道我 我记得我有一次上那种补习班 六日的补习班 然后老师打电话来 就是我还是不去上课 然后打电话来我们家 就是 然后说喂 谢妈妈 那个女儿都没来上课 然后我妈就这样 喂 你不要再打来 她真的太累了 哈哈哈哈 然后老师就想说 嗯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奇怪的 其实 妈妈我也觉得很累 你不要打来我 不要再打来 她会去就是会去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有意思 我妈很怪奇 就是我记我小的时候 國小一二年级吧 她的兴趣就是打 玛利欧 哦 她每天都在夹这样 疯狂的打电动 打电动 然后我们视我妈为偶像 是因为她每一块砖都敲锅了 她都知道 哪里有星星 然后她就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打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我跟我 我妈也很像 玩伴 然后我希望我跟我的孩子 也很像玩伴 嗯 所以你也会用 比较free的方式去 教养他们对不对 对啊 我就是会 该道歉我就道歉 该做错我就跟我 然后我女儿常常说 妈你没有 你没有叫我 我说我叫你 嗯 她说太小声了 那是你的问题 好可怕 我说好 我好好想想 我好好想想 诶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们家以后也不会 有所谓青春期的事 因为他们其实 从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就青春期的叛递 对 诶 诶我们都还没有聊到你老公诶 对 老公是不用聊吗 老公也很重要啊 哈哈 你想想看能够 在让你在那么早的时候 在你那么喜欢的工作的状况之下 你就 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对 愿意跟这个人组成家庭 她一定是个很棒的人 说真的 一个搞笑的女生 老实说 男友也不好叫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人愿意娶我 我就刚快 哈哈哈哈 待会儿继续聊一下老公 怎么那么好笑 休息一下 今天礼拜三真的太开心了 一同爱自己 但愿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这是hold住节 谢依林 呃用文字方式 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 哦那 呃太好笑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哦 这个听众朋友 你如果待会儿晚一点有时间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YouTube的回看 因为每一段的广告都 超好笑 哈哈哈哈 好我们刚刚说 要给老公一点时间 好 到底到底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 对呀所以现在你们 共同经营家庭了嘛 所以呃 他是你的队友 嗯 你觉得他是神队友吗 太神了 太神了 对我是猪队友 他是神队长 神队长啊 对我们最近在跟我朋友 讨论就是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对 有一些 嗯 可能老公或者老婆 这样子 然后就是 指令全部都是错的 然后又很爱 就是 嗯 只懂仔细 所以我们就说 我同学他老公是猪队长 哦猪队长 然后你老公是神队长 神队长 对 然后我是猪队友 对那那个时候就是 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决定 当然因为怀孕嘛 可是因为重点是 你之前其实 也跟呃 老公说的就是 那我们就顺其自然 哦有了就生 哦反正 可能状况也不是那么好受孕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会让你做这个决定 其实就很不容易哦 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呃 就我们大部分来看 不管是不是 一般来说 那么年轻的女孩子 如果在自己的事业上面 是想要做一些冲刺 嗯 或是很热爱自己的事业的话 他其实都会觉得 我想要多一点时间 再来呃 在我的工作上 更何况你是 演艺的工作 嗯 因为演艺工作 其他工作有可能 你怀孕啊结婚啊 你还可以继续 可是演艺工作你可能真的 他得要暂停一段时间 对 所以这个男的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 魅力 让你觉得 哦我就为了他停下来也可以 嗯哼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我们两个是很好很好的哥们 哦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 那时候我是花莲女中 然后他是花莲高中嘛 你知道就是属于我们花莲区 的一个就是第一女中跟第一男中 然后就是会 就是会有迎对啊或干嘛 可是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对演 嗯 就是我就是觉得 他就觉得我很好笑 嗯 然后他常常就打电话给我 就说 欸今天有什么笑话 然后想说 好啦好啦講几个给你听啊 哈哈哈哈 好奇怪 好奇怪的男生朋友 然后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是gay 哦 对因为他每次都在我身边听 因为我们常常就一起出去读书嘛 然后 所有朋友都知道他 就整天在我旁边听 听我讲笑话 然后他只要讲到很好笑 他就这样哈哈哈哈 笑到这样摊在我身上 他基本上是你的头号粉丝欸 他是我的头号粉丝 他搞不好现在还在听 真的喔 他常常就是看我节目 或听我做任何事情 他说 我觉得你刚直播的时候 就没有跟观众互动 你就应该跟观众互动 哈哈哈 他会在旁边提点你 对对对 那你们是 一开始是german 一开始是german 就每天都在讲一些好笑的事情 然后后来他就 上大学了嘛 就是各自纷飞 然后他去交女朋友 我去交男朋友 然后他就说 谁要喜欢你啊 我不相信有人要喜欢你 然后 后来是刚好他分手 嗯 然后我也分手 就你知道有的时候 就是需要两个人 嗯 趁你病要你命 哈哈哈 是什么 就是 就在你虚弱的时候 攻其不备 趁你病要你命 就是两个人都失恋 就两个受伤的灵魂 就凑在一起 然后就说 欸那我们下一个男女朋友 要怎么怎样怎样 在一起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 然后我们就就是说 欸那你下一个女朋友 然后他就说 其实我真的很 向往家庭 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 归 那个就是描述他的家庭的 未来家庭样子 我也描述了我未来家庭样子 欸 巧了 好合 哈哈哈 倒不如 哈哈 所以就在一起了 没有 其实当时觉得很尴尬 就是讲完就觉得很尴尬 可是那个种子 可能就种下了 就是也过了大概半年吧 真的是有一天就是喝酒醉了 很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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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况 终于有勇气 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就是你知道 他醉到没有理智两个就爆喇一顿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这样 推开我说 谢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嗯 嗯 我说我知道啊 嗯 他就说 他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嗯 我说 你喜欢我吗 嗯 他就说 喜欢啊 我就说 在一起啊 哈哈哈 哎呦我快要不行 然后咧就在一起 就说 就尴尬就气氛凝结 就是在一起啊 然后他就说 好啊 然后两个很醉了嘛 而且还在他家喔 躺在他床上 然后说 因为其实我 我们常常就他去我家 我去他家 我们就好哥们嘛 就是真的都是你知道中间 就是梁山伯爺朱英台 中间有一碗水那种 嗯 然后那一次就是真的 就擦枪走火 就亲在一起 然后讲完就说 在一起啊 好就睡觉 突然酒醒了 然后两个就躺了 就是各自 就是又回到梁山伯爺朱英台的状态 哈哈哈哈 然后 哎呦 我跟你讲喔 大家都说天哪 那个爱情故事实在太值得讲了 好可爱的女生 好霸气的告白 可是我跟大家讲喔 我们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再讲下去 爱情故事都在书里面啦 对啊 书里有写 有写 书里面喔 我的爱情故事 太有意思了 嗯 这个真的时间关系喔 这聊不完 但我想其实你最后一句话啦 好 这本书你希望透过你自己好 你自己讲你是半调子人生哲学 对 但你希望透过这本书 透过你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什么 什么样的概念 分享什么概念 分享什么概念 一句话 一句话就是 享受 哈哈哈哈 想就是看我这么惨 我都享受 就是 哎真的很多起起伏伏 可是我想教大家的是一个 新的观点 嗯 就是新的角度切入 比较另辟蹊径的角度 这样子 嗯 嗯 也许就是 怎么样 在你的人生 呃 各个低潮的时候 其实 或许用幽默感 或是用 呃 悲剧跟喜剧 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状况 去看待你的人生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可以讲什么 幽默感是一记良药 对啊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你耶 好快喔 今天可以 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小时 真的是很不够啊 但是 呃 更多更多精彩的故事啊 然后 后住姐的人生 哦 其实你看也没 就是三十几年的人生而已哦 才才短短 所以后面还在出五个 哈哈哈哈 太有意思了 这个我们来呃 推荐给大家 这个就是 后不住的才是人生 后住姐 谢依林 她的呃 故事希望给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再次感谢后住姐来 谢谢 我也很开心 谢谢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化了 我会一直讲 哈哈 哈哈哈 就爱点你 U F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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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